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挺美的 有晒有水的 看见花又有蓝天 然后又有松树绿的 五颜六色春天就来了 春暖花开 飞扑流水 来这里拥抱大自然 拥抱春天 红桥北大街两侧其实腹路是可以单排顺行停放的 它可以直达桃花园站 觉得非常方便 挺贴心的 副驾还是乘坐定制公交 赏桃花有攻略 改完这个服务费之后呢 我这两个商户每个月得多交三千多块钱 我感觉就是变相乱收费 转供电收服务费 这儿坏那儿坏那儿 修得很熟 不交就是人家就不交 你就别卖电了 不交就不给电 这样合理吗 淘气的小孩子 快来帮他们找家长 今儿天气不错 那个孩子正好来都让乌园玩玩 万里乌云的 享受享受这个大自然的气息很好啊 气温回升 好天气还会持续吗 从21号到22号受冷空气的影响 将再次出现一次弱江水 来看详细内容 位于冀州北部的盘山 这是国家无畏级景区啊 三盘木雨 天城四万 松寺诸多的景点都是非常有名的 这周末盘山恢复开山了 天气晴朗 也是吸引了不少游客 外出踏青 领略美景 咱们也跟随记者的镜头 一起去看看吧 今天呢 是盘山恢复全面开山后的第一个周末啊 那现在呢 我们也是坐上了这个景区内的缆车 从高空俯瞰 感受整个盘山的巍峨与壮观 那么前楼皇帝呢 曾经32次来过盘山啊 也发出过 早知有盘山合必下江南的感慨 随着气温逐渐升高呢 也进入了盘山最美丽的时间段 桃花 玉兰 迎春绽放 预计今天全天的游客接待量呢 将达到5000人次 现在山风也不是很凉了 很清爽 第一次来就挺满意的准备 就是夏天或者什么时候再来一次 我们也可以选择徒步登山道 来和大自然的来一场亲密接触 那么整个登山步道呢 全长啊 一共大概三个小时的路程 那么我们沿着台阶设计而下 就来到了我们登山步道的第一处景点 就是三盘木雨啊 能够看到在阳光的照射下呢 这里也是一声灰 非常的漂亮 那所谓三盘啊 指的就是松树 石头和溪水 那么当年呢 在黄昏木矮 烟雾朦朦的时候啊 被人诺克看到了 觉得别有韵味 那么这个景点呢 也是因此而得名了 今天啊 天气不错 但是在阳光的照射下 配合着周边盛放的花朵呢 也迸发着生机盎然的美景 也吸引了不少市民的驻足观看 一上山就看见路边有粉色的花 要新花怒放嘛 看见花又有蓝天 然后又有松树绿的 五颜六色春天就来了 趁着周末了 带着朋友家人一块出游 有一个好心情 玉兰花也开了 特别漂亮 还有那边那个大瀑布 挺美的 有山有水的 春天天比较暖和嘛 出来出游 踏青 感觉挺轻松 挺好 放松心情 周末的盘山踏青游呢 也带火了周边的民宿 我现在呢 就来到了关庄镇专瓦窑村的一间民宿啊 那么这个民宿呢 一共是七间房间啊 在这个周末呢 全部都预定一空了 那在这个村子里呢 一共还有十五间 类似这样的民宿 基本上啊 七成都已经预定出去了 旁边呢 就紧邻着盘山的后山 在这里住一晚呢 也能够更多的享受乡村的慢生活 我们在六月份会举办盘山国际约挑战赛 然后在暑期会继续举办盘山啤酒节 同时呢 也会推出盘山细水狂欢节 这样游客可以在盘山景区 体验到清凉一下的这种感觉 今天是第32届天津运河桃花文化商贸旅游节开幕的第二天 又赶上一周末 是吧 许多游客都前来赏话游园 据统计啊 今天来桃花街的游客超过五万人次 电视机前的您是不是也打算趁这个周末来逛一逛呢 那您可得提前做好功课了 比如说这自驾应该走什么线路 车又该往哪停呢 当然了 如果说您对这些还不太清楚 那也不用担心 下面咱们的记者替您去探探道去 我现在要从天津西站前往桃花节的其中一个主会场西郭公园 刚刚我也是看了一下 从天津西站到西郭公园的停车场 现在只需要4.4公里 用时只需要7分钟 我今天是选择自驾出行的方式 单看时间成本来说 自驾出行的时间肯定会少一些 话不多说 我们走吧 那现在我们是开车行驶了大概5分钟的时间 其实我们已经到了西郭公园了 那目前在桃花堤和西郭公园的周边 交往部门是一共失化了1000多个临时停车位 我们现在也是在找车位的过程当中 红桥北大街两侧 其实辅路是可以单排顺行停放的 但是这边的车位已经全都满了 本来呢 1到5 光荣道的两侧辅路呢 是可以顺行单排停放的 刚刚师傅也是说 那边的车可能少一些 但今天是周末 那边是不允许停车的 那掉头过来呢 我们找到了一个车位哈 现在呢 用时是 哎 将近25分钟 那走进西郭公园 一下就前广场啊 就被这个热闹喜庆的氛围啊 给吸引住了哈 那你看现在呢 9点多钟啊 已经开始人山人海了 而且呢 在主舞台啊 已经开始表演起了这种舞龙的一个表演啊 节日的氛围是拉的满满的 我们7点就起来了 从何西区赶到这里 就是从网上嘛 看那些公众号 他有推荐的 然后我看蛮好看的 就过来看一下 今天带孩子过来 到这吃一吃转一转玩一玩 感觉特别好 西郭公园作为大云河畔的一颗绿宝石呢 现在啊 园内的500多棵桃树啊 也是竞相开放了 那目前的这片桃林呢 品种呢 是山桃 山桃花呢 是粉色和白色相间的 再过一个多礼拜啊 接棒要盛开的呢 就是碧桃 垂枝桃和肘桃 那么桃花的盛开时间呢 一直会持续到 四月的中旬 这打卡桃花节的人可真不少 可以称得上是紫墨红尘 扑面来 无人不到看花回啊 哎 好 那他的诗意真不错啊 可是那么多人刚才说了 这一去一回的交通可是个事啊 虽然说安排了开车的线路停车的地点 但要都开车去的话 交通压力挺大的 所以说啊 建议大家尽量公交出行 这节能环保还省心啊 哎 可要都公交车出行 那公交车压力应该也挺大的 你忘了 这从3月15号到26号 运河桃花节定制公交专线啊 是分为AB两班 20分钟一趟 这不仅能去桃花 滴西姑公园赏花 这捎带脚的 咱们还能去天津西站 路加嘴水游城 做这个可太方便了 我今天乘坐的就是定制公交专线A路 起点从天津西站到桃花园站 共10个站 途经仙春园 红湖里两个居民区 专线B路呢 设有北洋园站 桃花南里站 桃花园站 共3站 地线的设置 主要能够在桃花地的入口出口 形成闭环 方便出游赏花的市民换城 今天天气比较好 然后就准备和同学一起去看花 提前进行了一个路线规划 在石油城等了20分钟左右 然后我们就上车 它可以直达桃花园站 所以我们觉得非常方便 它连通了这个西北角这个商圈 还有那个桃花园 它把红桥的几个重要商圈 都连在一起了 地铁倒的也挺方便的 而且还是免费的 然后我觉得给百姓做这个出行 安排真是的 挺贴心的 乘车的这个市民呢 在公交车的前面 还能免费领到这个桃花园旅游节的 这个宣传页 另外还有这个A线路和B线路 途径的这个几个站点 而且沿途呢 周围的这个景色也非常的美 所以大家不光是可以欣赏桃花 可以坐车的时候 也可以欣赏一下咱们沿路的风景 经过近40分钟的行驶呢 我们就抵达了这个A线的终点站 桃花园站 然后步行两分钟 我们就能到了这个桃花园 也就是这次桃花节的主会场 桃花堤公园的出入口 采取单进单出的管理 中环县勤俭桥桃花园大门为入口 光荣到北洋园大门为出口 可以看到现场的市民游客 已经开始排队进园了 桃花春色暖先开 明媚谁人不看来 下面我们就一起入园 跟着镜头一起赏花吧 你看前面这两条片子 记者已经把怎么去桃花节的路线 给咱们讲的是明明白白的了 没错 不过去桃花节可不止赏花的一个选择 游客们在桃花堤西湖公园 欣赏完美景之后 还能再干点别的 干点别的 我说的就是 还能到周边的商圈里去逛逛去 你想想 这个看桃花 它是精神享受 是吧 购物吃饭 这是物质享受 这就叫荤素搭配相得益彰 也是 这桃花节开幕第二天了 这周围的商业氛围 想必也挺棒 下面就跟着记者一块去现场看一看去 这里是红桥区路加嘴中心 这里距离桃花堤主会场 大约有四公里的距离 今天红桥区是增设了 十四班的免费往返巴士 游客可以在桃花堤西湖公园 欣赏完花景之后 乘坐巴士大约15分钟 就可以到达这里 为了吸引人气 路加嘴中心在桃花堤主会场 人流比较集中的地方 限量派发了500张这样的打卡手册 这张手册上除了会介绍满额返券 以及福利抽奖的活动之外 更重要的是 这上面有60多家将近70家的店铺 只要拿着这样的打卡手册 到指定的店铺来 就可以领取一份小礼品 或者是参加专属的折扣福利活动 那咱们今天就拿着这个打卡手册 来到这家店铺里 看看它有什么样的专属礼品 您好 您好 请问一下这个卡可以领什么呢 这个卡的话 像我们既定前10名的话 可以领这个手环 如果说看家抽奖的话 还有那个安他的束口袋 都可以领取 好的 那这样这种促销活动 为咱们的吸引人流量 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呢 这个的话就是 在我们同比正常的客流 增加了30% 通过这个活动 除了这种到店领取小礼品之外 这里还有很多的餐饮品牌 都参与了打卡活动 比如说消费赠饮品 赠小吃等等 那目前的这个时间 就可以看到啊 商场里面的市民就络绎不绝 那为了让市民在购物中心 继续感受到这种桃花的气氛 购物中心也是直接把气氛拉满 在装点布置上下了很大的功夫 比如说呢 在一楼的共享大厅里 就搭建了主题舞台 每天呢都会上演这种儿童剧呀 还有这个桃艺DIY的活动 那同时在店铺门口 和电梯周边也都设计了桃花元素 打造沉浸式的桃花为主题的 餐饮 购物 娱乐 游玩 思维一体的感受 通过一系列的活动 预计在桃花节这10天的系列活动中 整个购物中心的消费 将提升30%左右 同时桃花地周边的酒店 临街餐铺 也都推出了桃花摄影大赛 还有这种专属的优惠券 等30项活动 如果您感兴趣 也可以在桃花节期间 来这里欣赏花海 感受氛围 要说咱们天津的轨道交通出行 那是越来越方便快捷了 坐地铁的人也越来越多 尤其是高峰时段 客流量很大 这要带着孩子出门 得多注意 是啊 下面要说的家长 就一不留神 和孩子走散了 哎呦 别提多着急了 来 你跟我走 那个你是从哪儿 跟你妈妈走是的 下车了 你们俩是一块下的车吗 不是 不是 我下了车以后就没找到 我们在铁井站 富二层巡逻时呢 就发现一个小女孩 这个小女孩呢 走过右盼子 特别着急的样子 问问她这个 有没有驾掌的电话 回来给我们一个电话 我们呢 就是给她妈妈打电话 那么小女孩 到底是怎么跟妈妈走散的呢 小女孩下车后就往上层走 以为妈妈一直跟在她后面 等到发现妈妈并不在身后时 她已经从副四层上到了副二层 还好被驻站民警及时发现了 我就坐回来 我就希望她就在那儿等我呢 这个出门还是没有特别着急 就在她着急的时候 接到了民警打来的电话 听说孩子和民警在一块 悬着的心终于放了下来 前两天在地铁10号线摇环路站 巡逻民警也发现了一个没有家长陪同的小男孩 当天啊 那个儿童从这个摇环路站 地口光着脚 穿着这个秋裤 就从那边就跑过来了 当时孩子就是一个人 天气比较凉 我们看孩子穿着比较单薄 我们就给孩子买了一些热牛奶和一些面包 带到警务室 让他休息 小男孩看起来也就三四岁 说不清情况 也不知道父母的电话 民警一边安排人照看着 一边到地铁站周边走访 看看有没有人在找孩子 在周边的小区有一对老夫妻 当时也挺焦急的 家里的孩子走丢了 我就在那他没注意 他开着门就撒压就奔着来了 我说他爷爷他奶奶 这还是亏遇到你们了 还是有点谢谢 核实了身份后 民警将祖孙安全送回家中 一定顶路了 你妈来锁 行 好嘞 谢谢 本台报道 前两天民警在武清区新刘庄立交桥附近 开展交通违法行为治理时 就发现一辆面包车 副驾驶位的乘车人 没有系安全带 民警上前对其进行处理 然而就在处理的时候 民警却发现 这个乘车人他怎么就不太对劲呢 这怎么个不对劲法啊 他的身份不太简单 什么意思啊 这说不明白了啊 赶紧看看当时的情况 在民警对这名乘车人进行处罚的过程中 核验其身份却发现了不对劲 网上显示他是一名网上载逃人员 随即我们就通过联系队里 经过这个队里的这一步核实 该人呢 确信网上一名这个载逃人员 哪人你是 成德的 你在哪 你说干什么工作呢 装卸工 嗯 在哪儿大点事儿吗 到家没啥事儿啊 那没啥事儿 早呀 我得核实案件先讯啊 最初认为他自己没有什么违法犯罪行为 咱们通过提醒他呢 他就想到了在这个河北省上他有过涉及到金钱问题的相关案件 但是他可能自己当时认为这个情节比较轻不涉及到刑事犯罪 属地派出所进一步调查处理 同时我们对其不计安全带的違法行为 执行了相关的处罚 本台报道 近两年 本市出台系列措施 降低市场主体 在用水用电用网等方面的成本 全面取消供水供电供气供暖等行业的不合理收费 并开展了多轮的治理不合理加价专项行动 取得了较好的成效 但在转供电领域还存在着乱收费 多收费问题 一起来看今天的记者调查 电费不落价了吗 掉价了 掉价了就是物业的交费 收点别的费用 虽然说不多 但是我感觉有点不太合理 转供电是指电网企业无法直接供电到终端用户 需有其他主体转供的行为 一些商业综合体写字楼公寓产业园区等采取的就是这种形式 一般来说物业或者开发商是转供电的主体 滨海新区港中城大厦是由物业公司进行转供电的 物业公司有一个总表从国家电网购电 然后再经过分表把电供给各家商户 此前物业公司通过对商户多收电费来赚取差价 原先咱就是违反政策在一度电里含着是五毛一 电费包括着公共的一些个设施 一些个其他的运营的费用都在里面 2021年9月至12月期间 市场监管部门在全市范围内开展了 转供电不合理加价专项检查工作 属地市场监管所在检查中发现了物业公司多收费的问题 并责令停止加价 转供电这个主体收取的中端商户的转供电费用的总和 不能超过缴纳给广网的转供电费用的总和 从2022年的1月份开始 电价改成了八毛钱左右 可是应运而胜的产生了一个服务费 他们增加了一个这个项目 取消转供电加价后 2021年12月31号 物业公司张贴了一份收费标准公示 自2022年1月1号起收取服务费 商户服务费被划分为三个档次 分别按每月每平米5元2元1元收取 取消转供电加价了却收取了服务费 那这个服务费它究竟包含什么服务呢 又是不是涉嫌巧利明目收费呢 记者就此找到了物业公司 咱们接着往下看 现在发给委的文件下来了 国家要求电价来多少钱 给账户多少钱 这个服务费它服务的在啥内容呢 服务费啊 就是相当于是把电费给分开了 不能电费里加一分钱 我们属于转购电了 其他的费用 我们也贴上这个东西吧 限损 公共部位 这儿坏那儿坏的修那谁修啊 商户们算了一笔账 物业加收服务费后 反而比此前转供电加价期间 所收取的费用还要高 服务费的表准 现在是对我来讲 是每平米每月五块钱 我这是两个商户 总面积有600多平米 按照以前那个1块2 或者1块2帮我买电的话呢 我这两个商户买两千多电 然后也就多账出 还有个七八百五千 他改完那个服务费之后呢 我这两个商户 每个月得多交三千多块钱 我觉得这个相当不合理 本来降低电价 对我们来说 应该是比较有优惠的 现在分离开 我感觉就是变相乱收费 肯定是比以前涨 增加我们负担 不少商户不认可物业 收取服务费的行为 今年1月1号 物业公司对服务费进行了调整 并张贴了一张 公共设施服务收费标准公式 上面显示 公共设施服务费 统一为每月每平米2元 我们这个一年几乎是没有营业 没有交这个钱 现在的问题就是 不交这个去年的这个服务费呢 他现在不卖我店 这个时候你不交这个服务费 就不给你买店吧 记者与商户一同来到物业公司 商户通过北方网证明零距离 把问题反映给了滨海新区政府 收到了这个商户的 关于转供店方面的一个投诉 第一时间已经分布到所属的市场接管所 目前这个此件案件正在根据这个法定的实现 进行查办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究竟会如何回应 针对物业收取转供店服务费的问题 我们的节目将会持续关注 好 咱们接着往下看 前两天大学生小王到派出所报警求助 前一天晚上 他和父亲骑电动车回家途中 不慎将装有笔记本电脑 和学习资料的白色袋子给医师了 情急之下 小王只好向民警求助了 当时袋子里有一部笔记本电脑 一部iPad 还有一些学习资料 笔记本电脑里有着他的毕业论文 当时这个市主挺着急的 根据小王提供的位置 民警调取了附近的公共视频 但丢东西的地点 恰好在视频范围之外 给查找带来了难度 随后民警又沿着小王和父亲 骑车经过的路线 一点一点回溯 果真有了新发现 看到了市主和他父亲 骑电动车紧过 紧过之后不久呢 有一名骑电动车散轮的男子 停在了镜头下面 咱们在视频里能看到这名男子 当时呢挺犹豫不决的 然后等他再次下车回来之后呢 手里呢就躲了一个白色的袋子 当时呢市主就说 这就是他丢失的那个袋子 根据这条线索 民警对男子进行视频追踪 但在南昌桥下的腐路 男子的轨迹消失了 因为呢南昌桥下的这个道路啊 比较错综复杂 所以呢当时呢 我们也调取了周边的多个检控 但是始终没有发现这名男子 到这里唯一的线索又断了 通过对周边地形的分析研判 民警发现了一条小路 通往附近的某个小区 沿着这个线索寻找 很快民警在小区的车棚 发现了一辆电动三轮车 与男子索旗的那辆极为相似 在这个物业工作人员的帮助下呢 最后这个锁定了这名群众的居住地址 您好 天派的左 您好 您是开一辆电动三轮吗 您昨天在那南昌桥那儿 对 讲了 您那东西 等着我呢 等着 上班了 不上班 我送你的送拍头 丢失的白色带子终于找到了 经过清典 何时无误 丢失的物品终于物归原主 我到开出所之后呢 通过监控 电脑里呢 就是还有我的毕业论文什么的 如果找不到的话 挺麻烦的 我还需要重新去整理去铁 请负责的 非常感谢 本台报道 河东区建了一个二次方产业员 定期举办一些个二手交易活动 今天一场以时光音乐会为主题的 二手乐器市集 就吸引了不少乐器爱好者 前来打卡 正在打非洲股的 是本市一家幼儿园的小朋友 他们今天带来了一些 幼儿园闲置的二胡和非洲股 希望能在市集上 找到他们新的主人 主办方提供免费的摊位 只要家里有闲置的乐器 就可以拿来转卖或租赁 此外还有部分乐器经营企业 也带来了管类弦类等西洋乐器 市集还安排了专业人士 对乐器提供鉴定分析 保证卖的合规 买的放心 市民任志鹏 是一名专业手风琴教师 经营着一家琴行 听说这个周末 有一个二手乐器市集 它也带来了几款 进口的二手手风琴 跟乐迷们交流 现在呢一些新式的手风琴 老顾客 然后他已旧换新 然后他想换更贵的琴 我们拿来展示一下 正好他四月份也要学 我就寻思起初学嘛 也可以就是说 过来买一个二手的 就是希望能把这些乐器 能够二次利用起来 也是想让孩子们 能知道可以二次利用 为了活跃气氛 今天的市集 还传门请来的 天津音乐学院的学生 利用闲置乐器现场演奏 让市民感受音乐的魅力 随着共享理念深入人心 闲置物品交换 成为一种新的生活方式 今天 共吸引了近千人前来选购 接下来 园曲每个月都会定期举办 两场不同主题的 公开市集活动 下周主打 奢侈品二手师级 实现物尽其用 循环利用 我们这个活动 主要是想突出 对二手商品的 一个循环再利用 绿色经济 绿色消费 以及碳的循环 这样方面的一个普及 来推进整个二手商品 在国内流动 以及产业化规模的 一个提升 本台报道 今天 天津歌舞剧院2023 全年度艺术盛宴菜单出炉 这是天津歌舞剧院首次推出 全年度艺术菜单 今晚就一场音乐会 这也是今年剧院推出的 全套贝多芬系列的首场演出 下面咱们就跟随记者 去彩排现场探探影 这里是天津大剧院 天津歌舞剧院正在排练的 是今晚演出的 贝多芬第一高清协奏曲 贝多芬第一交响曲音乐会 这也是今年剧院推出的 全套贝多芬系列的首场演出 我们都知道 传世的精典艺术作品 需要过硬的艺术水者来演绎 为了这个系列 剧院也是下了很大的功夫 今年预计推出 九场贝多芬系列交响音乐会 天津的老百姓 可以看到这么丰盛的 一次贝多芬全集的 这么一个展示 对我们的乐队 也是一个特别好的提高 我手里拿的就是 天津歌舞剧院 2023年全年度艺术菜单的 核心内容 由三大主题演出季构成 分别是在春夏季 重点推出的 民歌民乐演出季 2023年音乐季 以及在秋冬季上演的 足迁上的芭蕾 天津经典芭蕾舞演出季 《红楼梦》主题专场音乐会 还将开启 《京津记》 民族音乐会的巡演 芭蕾舞剧 天鹅湖 葛贝丽亚 芭蕾精品晚会等 也同样值得期待 今年目前我们还收到了50场以上的巡演邀请 5月份到10月份期间 我们剧院的芭蕾舞团将前往成都 石家庄 南京 杭州 上海 合肥等地 进行两轮的全国巡演 走出去 宣传我们天津的文化作品 同时我们剧院积极推进国家艺术基金资助项目 割据洛神的创牌工作 吸引更多的外地观众来到天津 欣赏高水平的演出 清明街扫首个高峰日 祭典新幻场从3月18日一直延续到4月16日 免费为大家提供 绿色文明寄托埃思 家住北城区的秦先生跟我们栏目打来热线 说昨日下午去菜市场买菜 把钱包给弄丢了 那里头可有他刚取的俩月的退休金 这事确实是挺让人着急的 那么这钱包究竟在哪丢了呢 咱们一起来看看 我现在是来到了北城区的秋晨家园 那么昨天下午5点50左右呢 秦先生就是从这里啊 去附近的宜居菜市场买菜的时候呢 钱包给丢了 那么这个钱包里有这个秦先生 刚取的这个退休金 6000多块钱 还有呢 门禁卡 还有一把这个钥匙 从那个亲近的处来 那个这个钱包完了还有了 就被市场里那个埋藏洞进 这一发现这钱包就没了 现在我们是来到了小区的物业办公室 那么工作人员把我们调取了 小区的公共视频 通过这个视频回放 我们能够清楚地看到呢 秦先生大概是昨天下午5点54分左右 从小区这个出去的 那么我们能够看到呢 秦先生的钱包呢 是已经是滑落到了 这个右侧的这个车架上 保暗巡逻 那个也没发现有人尸到这个包 沿着昨天秦先生去菜场的这个路径呢 也在走访 在这个这家商户啊 他们的这个公共视频里 我们看到啊 秦先生路过的时候呢 这个钱包还是挂在了这个电动车的 右侧的这个支架上 这时候还是有钱包 还没丢 在下午的5点55分左右 现在我们是来到了移居菜市场 那么这个菜市场距离小区呢 大概是400米左右的距离 那么现在我们也是调取了 这样一个菜市场的公共视频 我们能看到呢 秦先生大概是在下午的6点01分 进入了这个菜市场 那么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呢 这个时候 这个车上已经没有黑紫色的 这样一个钱包了 说明这个钱包在这个时候 已经是遗失了 应该是遗失在了路途当中 秦先生昨天去菜市场呢 走的是爱闲道和金威路 那么如果你有这个钱包丢失的这个线索呢 也请及时跟我们联系 电话呢是23604个2 经历了几天的降温之后 今天呢 咱们天津的气温开始回升了 正好赶上周末 大家呢还能出去逛逛 感受春色 不过春天的气温啊 它不稳定 大伙还是要多注意天气变化 气象部门预计 下周仍然有冷空气啊 一起来看看吧 今天阳光不错 白天的最高气温达到了16摄氏度 比前些天暖和不少 公园里的莲桥桃花等已经陆续绽放 不少市民来到户外晒太阳赏春光 今儿天气不错 那个孩子正好来对上屋檐玩玩 打打球啊 弄弄滑板啊什么的 六日没什么事 过来溜一溜 这个赏花赏景 万里无云的 然后偶尔看到旁边有玉兰花 我觉得这样享受享受 这个大自然的气息很好啊 对大家身体都有益 是吧 健康快乐 迹象部门预计 明天白天本市的最高气温和今天差不多 仍在16度左右 最低气温7到8度 傍晚到夜间 本市的北部和中北部地区 可能会出现一些分散性小雨 雨量不大 而到了下周一 最高气温又将回升到20摄氏度左右 之后冷空气将再次影响本市 从21号到22号受冷空气的影响 将再次出现一次弱降水 并且伴随着沙尘天气的过程 而且在22号白天 还会有一个大风降温的一个天气过程 受这次冷空气的影响 后期再加上一些补充的冷空气 温度就不会有明显的回升 整体来看呢 下周的天气 前期是以多云倒阴的天气为主 气温是有下降的趋势 后期得到周末吧 才可能会有一个气温回升的 这样的一个变化趋势 提醒大家 春天气温波动比较大 早晚的最低气温还是比较低 大家还是要注意保暖 不要着急脱掉厚衣服 以防感冒 本台报道 从今天开始就正式进入清明季早期了 本市的各个病衣服务场所 将清明接待时间 由原来的20天左右 延长到30天 今年的清明服务接待日 是从3月18号至4月16号 同时天津公交发布15条 清明定制专线 大家可以错峰祭扫 绿色出行 今天早上七点 天津市第一病衣馆 已经迎来了不少前来计算的市民 为更好的应对计算高峰期 各个病衣服务场所 以提前做好准备 在清明期间 第一第二第三病衣馆 均开设循环场次 免费提供文明共济场地 同时还将组织开展六场 都市文明集体共济系列活动 分别于4月1号 2号 5号 每日上午 在市第一病衣馆举办两场 4月5号清明当日 在第一病衣馆海河厅 举办都市文明百户共济活动 由电视主播现场送读计问 带领视频群众 共同缅怀事者传递亲情 报名开始时间为 3月25号的上午9点 至下午16点 报满为止 报名方式为两种 一是关注微信公众号 天心病衣服务 并在公众号内 点击在线预约 文明共济预约进行报名 二是拨打84890890 9点至16点 电话报名 我们祭典新闻场 也是从3月18日 一直延续到4月16日 免费为大家提供 使用 同时也是宣传文明 祭扫 绿色祭扫 中末和清明节假期 祭扫人群相对集中 人流量大 车流多 建议市民合理安排时间 错峰出行 同时 市公交集团 为解决殡葬服务单位 离市区较远 交通不便的问题 开通了15条 清明祭扫公交专线 方便市民绿色出行 值得注意的是 这15条 清明祭扫公交专线中 除了专线时的运营时间为 3月20号至24号 3月27号至31号 4月6号至7号 其他14条专线 均在4月1 2 5号三天里运营 除此之外 今年还首次开通了 一人一座的网上定制公募专线 四路和五路 以满足清明介绍乘客的差异化需求 乘客可在天津公交APP进行预约 本台报道 最近这气温回升 很多人都走出家门 亲近自然 很多的景区景点 也组织了丰富多彩的表演活动 吸引游客 在古镇杨柳青 无场各剧特色的演出活动 就聚拢了不少人气 那都有什么精彩活动呢 咱们一起去看看 那么来到了杨柳青镇 最具标志性的鲍鱼广场 那么我身后的这一支百人妖鼓队 是一下子就吸引了我的目光 这一支妖鼓队 是正在进行一个 专门为了咱们这个周末 来准备的一个妖鼓表演 宁可千万不要小看了 这一支妖鼓队 那这支妖鼓队 是打咱们杨柳青这条古街 25年前开街的时候 他们就已经在现场进行表演了 那么经历了这20多年的时间 这个人员也是不断的更迭 从最初的12个人 那发展到了现在的100多人 那么在杨柳青古镇最繁华的地方 我又发现了一个 非常热闹的一个表演 那么这个就是有着 200多年历史的东鱼法骨 那么这个也是咱们西京区的一个区籍的飞移 在现场我们看到 巨龙了得有上百名的这个市民游客在这里观赏这个表演 它总大80斤左右 这是老辈子留下来的 这是老前辈们一带一带的心血 您是第几代的 到我这是第七代 那么进入到三月份之后 那么在杨柳青古镇每个周末的下午两点 每天都会在玉和道鲍鱼广场 官地庙 一和堂会 还有石家大院这五个地方 都会有精彩的一个节目表演 那明天您来到咱们杨柳青古镇 还能够看到 有这个大秧格 传统的武术 还有这个女子舞龙队的一些表演 那么您也是千万不要错过 那么看完了精彩的表演 擦架完周末 这一系列精彩的文旅活动之后 我又来到了锦铃古镇的 杨柳青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的 一期的项目现场 那么这里经过了半年多的建设 目前已经基本上军工了 那也基本上具备了对外开放的条件 那这里是占地达到了5.4万平方米 那其中有一半是栽种了 这种几千棵的桥木和灌木 一半是打通了水系 可以说在这样的这种天气里面 感觉是非常的宜人 那相信它对外开放之后 也能够为咱们天津的这种市民游客 带来一个非常好的休闲游玩的去处 说起空竹这东西 真好多人都喜欢玩 能娱乐也能健身 但要想玩出个正经的样来 真得花功夫 今天2023年天津市全国空竹邀请赛 在几州区川芳玉镇举办 高手云集 比赛非常精彩 我现在是在2023年天津市全国空竹邀请赛的 比赛现场 今天邀请到的可都是来自全国的空竹高手 全国包括北京 上海 河北 山西 等等20多个省市的400多名空竹爱好者 同台竞技 这也是天津首次举办全国性质的空竹大赛 我们从北京海淀区过来的 我们今天来了13个人 非常美 季州非常美 特别高兴能参加这样一个空竹盛会 今天的比赛设置了竞速 规定动作 单轮双轮等总共11个项目 还有世界吉尼斯记录的保持者也是带来了绝活 现在正在进行的是空竹自选套路的比赛 亮点多多 大鹏展翅 被翻片马 灵蛇白尾等等 几十个经典动作轮番上演 看着让人眼花缭乱 还有很多空竹造型也都非常的特别 16斤 就相当于160件的东西 在我手里转动 可以说是在神仿上举重 对这个是自个制作的 练了有五年了吧 我们这个节目一共是六个人 来自不同的三个城市 在微信上我们就是说练动作 把动作一说 然后各自在不同的地方去练习 然后接着这次机会 我们提前来了一天 然后大家在一起组合了一下 这次表演非常的成功 在这里我们揭示了好多好多的主友 我们希望通过这个活动 推动一个群众体育运动 也希望这个活动推动空竹自选运动的 恒博发展 今天上午天津市第九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 在近南区名罗开赛 来自全市的1800多名选手 参加包括射弩陀螺等14个比赛项目和3个表演项目 今明两天花剑和剑球相继开展 这比赛现场是热闹而激烈 竞技与观赏兼具 咱们一起去看看 我身后正在入场的是今天参加少数民族运动会的剑球运动员 大家可以看到来自全市17个代表队的89名运动员 将参加剑球的这样一个比赛项目 第九届少数民族运动会将在本周的6日两天 进行剑球和花剑两个项目的比赛 我手里拿着就是这次剑球比赛的一个比赛用球 大概在15克左右的这样的一个小剑球 在场上今天的这样一个比赛采取的是三人对抗赛 采取的是21分制三局两胜 可以说剑球是一个比赛项目对抗性非常强的 同时具有观赏像这样的一个项目 我们可以看到他们穿的鞋都是这样一个特制的一个剑球鞋 俗称叫做一个压嘴鞋 跟普通的鞋相比 它的鞋头特别的宽特别的平 这样接线比较稳定 对于我们这个鞋球啊 接球就是稳定性会有很好的这个帮助 剑球类似于这样的一个羽毛球的一个场地 同时呢我们了解到的剑球的这个比赛 与排球类似这样的一个规则 这次的比赛是三对三的这样一个阵容 同时呢我们可以看到 这样一个剑球呢也是一个非常具有观赏性的一个项目 本周的这样的一个比赛项目 除了剑球以外还有花剑比赛 花剑比赛项目呢 同时也是本市的这样一个飞移项目 有单人项与组合项的一个团队项目 合体二三十年了吧 眼 腿 药 这方面都要得协调性 既有力量还有游远性 刚刚学习一年 从踢趴下开始到现在体重减轻了15斤左右 锻炼你的脑子的反应能力 一个是锻炼身体再一个就是说那个几个人特别开心 我T恤已经三年了它毛茸茸的非常可爱 它很好玩还能让我锻炼身体 本市少数民族运动会呢将持续到4月份 利用每周的周六周日两天的这样一个时间 来决出14个项目和三个表演类项目的这样一个比赛 非常令人期待 我们这届民族运动会呢 项目非常有特色 有压架项目 类似于拔河 有触球项目 类似于门球 还有摆鞋竞速项目 还有朝鲜族的这种顶罐的这种项目 体现了多民族这个体育经济的特色 今天是全国爱肝日 为了让大家更好地认识肝病 本市多家医院开展了议诊活动 向市民讲解相关知识 下面咱们就去议诊现场看看 今天上午 在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 开展了一场肝病知识讲座 多名消化科医生和大家分享了 如何识别与预防肝病 讲座结束后 市民也就一些肝病问题进行了咨询 这种肝硬化的患者 我们可能还要和咽一个血肠姑娘 因为我咽的不太清楚 我就问问这些植 应该这药怎么吃啊 怎么预防啊 自询下主任干的这个问题 提前呢 那个说有点脂肪干 有点 然后主任就建议这块 多休息 多运动 多复查吧 讲的也挺好的 增加一些保健的知识 市民感有六七年了 人家睡觉不好 正好救的这回 外面主任正好就不用挂号了 不用预约了 今年全国爱肝日的主题是 主动检测扩大治疗消除乙肝危害 在现场 医生还给有需求的市民 做了免费的乙肝饼肝检测 那么对于病毒性肝炎 我们日常应该注意什么呢 如果一旦咱们感染了肝炎病毒的话 也不要过于惊慌 比如说甲肝和物肝 它都是一个短期感染的病毒 是一个自信性的疾病 我们需要多休息 得了乙肝和饼肝 它是一个长期慢性感染的 病毒性肝炎 乙肝病毒有核肝类似物 饼肝病毒呢 有特异的药物治疗 需要三个月以后就能完全治愈 此外医生介绍 脂肪肝和自身免疫肝病的患者 有年轻化的趋势 很多人认为只有喝酒才有脂肪肝 其实也不是的 生活不规律 饮食结构不合理 比如说我们总熬夜 生活的压力就会容易导致免疫的异常 就会容易诱发出一些免疫性的肝损伤 那我们调整自己的生活节奏 我们保持没有压力的状态 其实就是减少了我们发病的风险 医生提醒 要想减少肝病的风险 除了良好的生活习惯 定期检查也是必不合少的 那我们提倡呢 就均衡的清淡的饮食 特别是要加强运动 一定要定期的检查我们的肝脏 包括我们做一些肝功能的检测 超身的检测 本台报道 今天先见先行零伤害 蓝手环糖尿病防治公益行动 在本市启动 这个公益行动呢 主要是为了增强大家对糖尿病及其病发症的认识 预防和管理 那么对于糖尿病我们该增加哪些认知呢 一起来了解一下 最新的流调显示我们国家成人糖尿病的患病率是12.8% 糖尿病的典型症状呢 大家比较清楚的是三多亿少 口渴 爱喝水 多尿 消瘦 但是有很多是不典型症状 比如它就是一个疲劳 事物模糊 手麻 脚麻 等等容易被忽略 作为一种代谢性疾病 糖尿病的主要特征是高血糖 可分为一型糖尿病 二型糖尿病 特殊类型糖尿病 妊娠期糖尿病 也就是说 任何年龄短 包括儿童 青年人 中老年人 都可能得糖尿病 糖尿病呢 往往有一个家族聚集现象 再有一个呢 就是年轻化的趋势 和我们的饮食和运动 关系非常的密切 高热量的食物 比如说油炸食品 甜食 饮料 奶茶等等 不离手 这个随着体重的增加呢 也会出现血糖的升高 医生指出 血糖高于正常水平 但并未达到糖尿病的诊断标准的人 也是糖尿病的高危人群 因此 健康人群从40岁开始 最好每年测一次空腹血糖 高危人群则最好 每半年测一次空腹血糖 或餐后两小时血糖 以便更好地了解自己的身体情况 不过医生也提示 肥胖人群要预防糖尿病 首要任务就是控制体重 糖尿病呢 是和肥胖关系非常的密切 往往患者呢 早期他不是销售 他是一个肥胖阶段 在这个阶段呢 我们是胰岛素抵抗为主 那积极地控制体重 是非常有意义的 有过调查 那如果要逆转 或者说让糖尿病 得到有效的缓解 减重的要达到10%到15% 医生表示 要想更好地预防糖尿病 必须增强对糖尿病 及其病发症的认识 预防和管理 我们正在进行 先见先行 零伤害 拦手环糖尿病防治 公益行动 就是让更多的人了解糖尿病 减少糖尿病 对患者的伤害 本台报道 在基层治理中 这些看似琐碎的小事 对于居民来说 都是偏大的事 很多社区呢 也都想方设法 帮着居民们 解决生活中的难事 这其中啊 真就摸索出来 不少的小妙招 比方说啊 东立区华新街道 华丰家园社区 就创新出了 六小群众工作法 咱们一块去看看去 华丰家园社区 有4500多名居民 老年人 惨疾人 困难群众都不少 这就需要社区网格员 时刻关注 这些居民的日常起居 居民张向军给居委会打电话 说厨房灯不亮了 网格员王继猛马上到位 他告诉我们 做好这样的小时事 就是六小群众工作法的一项 清清看看 印劳印院去看 甚至到小事 他们不嫌烦 除了做好小时事 社区六小群众工作法 还包括 开展小活动 讲清小道理 宣传小人物 解决小问题 用火小激励 其实我们在社区里边 解决的居民的事 没有太大的事 都是小事 都是居民生活当中的 一些个琐碎的事 所以我们就想着 从小事上给它服务好 才能够让居民信任我们 认可我们 小事最重要的是坐实 社区两尾牵头 和特殊困难群众截对子 每天一入户 随时为他们解决 生活上的反心事 而在社区治理中 也经常会出现一些 楼道堆物 撕拉电线 车辆乱停放等小状况 对于这些问题 就需要社区工作者 用智慧和耐心 和居民讲清小道理 在想方设法解决小问题 你看看这阳台 自己探出来的这个瓷砖 而且也有一定的安全隐患 包括孩子从这路过 包括这花盒掉到地上 其实说实在的也不美观 您好啊 在家了吗您了 在家了 不好意思打掃 这个楼道里的这纸盒子 还有这花盒是咱家的 是是是 咱这东西放在咱楼道里边 也不安全 纸盒本身就是易燃品 您要的呢 我们帮您帮屋里 您不要的 我们就让您带屋 准备出名子 这花盒我可能 搬有点够腔 社区两委带领网格园 楼门长 琴跑腿 琴巡视 有队伍及时跟居民沟通 出人出力 帮着一块儿清 老百姓居家过日子 还真是 就是这点 你种个花啊 种个草啊 包括冬天 你看摘着葱 主要就是站在对方的角度 考虑问题 在华丰家园社区 不少居民都骑电动车 为了禁止电动车上楼 消除安全隐患 社区工作人员 没少给居民们讲道理 从法律条文到具体案例 可居民一句话 就让工作人员无言以对 我不放楼里 我放哪儿去 我放楼下丢了你们管吗 其实让人家问的也哑口无言 解决小问题 杜绝大隐患 社区两委联系街道 对接相关部门和企业 在居委会对面空地上 建起了一个充电车棚 由第三房企业来进行日常管理 这不我们现在 你看刚启用了两三天 现在就有的这个居民支持工作 把这个电动车 电动三桌车 放到我们这个车房里边来 社区两委真心实意的付出 也收获了居民的认可 下班以后九点多了晚上 我们那区里头 真的好多通知 好多居民提出来的问题 疑问 他们就即使马上给接到 而且尽可能的 几天就可以解决 在社区两委的带动下 不少居民都加入到 志愿者的队伍 从原来的二三十人 发展到两百多人 社区也梳理出 志愿者的突出事迹 积极宣传小人物 用积分兑换 表彰先进等小激励 鼓励更多居民 加入到社区治理中 通过开展文化 健康科普等小活动 增加邻里的凝聚力 让社区居民亲如一家 本台报道 今天上午 天津图书大厦 举办一场读者分享会 著名河北邦子 表演艺术家陈春 分享了他和恩师 王玉庆之间的故事 恩师王玉庆 由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 书中著名河北邦子 表演艺术家陈春 用质朴深沉的笔调 记录了恩师的从艺经历 记忆切磋 教学艺识等内容 并通过两代艺术家的故事 展现了河北邦子 几十年的发展历程 分享会现场 陈春写学生 还表演了河北邦子 苏武牧阳 圆门斩子选段 因着现场 较好声联联 天津作为北邦戏曲重镇 拥有着深厚的戏曲基础 王玉庆先生的王牌唱腔 作为魏邦子的重要流派 对天津戏曲的发展 也有着深远影响 我现在也有十多个徒弟了 所以我一定要把前辈大师的 这种优良传统发挥出来 把它传承下去 天津是一个曲艺之乡 也是一个包容的城市 天津的文化形象 就代表天津人的性格 我们更好地把天津的文化 展现给社会 本台报道 在河东区万达广场附近 举办的一场 以约会春天消费助农 为主题的 明优绿色食品博览会 吸引了不少市民 前来一探究竟 一起来看看 那我现在呢 就是在绿色食品博览会的现场了 我们能够看到的是 上午11点多的时候 有不少前来选购一些 特色农产品的市民了 今天来逛了拿商场 结果正好赶上这大集市 我就进来转一转 没想到发现 好多好多这种农产品 你看我买这个干果 特别特别好吃 买的有这个腸 辣腸 然后还买了一兜 这个烤的这个鱼 尝尝吧 没有没有 感觉怎么样来着 挺好的 挺热闹的 这地儿确实不错 买了梅干菜 椰子粉 葡萄干 之前开过一次博览会 然后我们对这个梅干菜 一直念念不忘 确实不错 就买这羊肉片 它羊肉片是不错的 买这胡椒粉 挺好的 也挺多的 是吧 好像老百姓 对这个赶大集 挺欣赏的 现场 许多商家 为了吸引消费者 都提供了免费试吃 这种牛肉的这种香味很足 产家直接过来 每一块肉都是有筋 有瘦的 就是按顾客的要求 今天卖的还行 大概卖个五六百斤 那今天呢 还有好多市民 都是买了大包小包的东西 各个商家们也表示 今天的收成都还不错 这不鲜的不鲜的 这三十一斤 这四十五一斤 尝尝 今天上午的话 卖了四五箱了 卖大虾 跟那个虾皮 也要四五箱了 为了更好 助力农产品销售 让市民真正享受到实惠 商家也推出了 优惠折扣 我们这次展会呢 是从3月17号 至3月31日 有上百家的 那个产地直销的经销商 给我们京城市民 带来优惠力度最大的 各地的民优产品 有棚海线 里那个烙汁三杯柚 店里是一百元四盒的 在我们展会现场 有风集团赞助 一百元可以卖到六盒 六十一斤的羊柚 羊腿柚 在我们展会现场 四十九一斤 做特价 展会现场 还有我们京城 那个百姓喜欢的 那种苦桥片 休闲食品 欢迎京城百姓 到我们展会现场 一站式购物 买到最新鲜 最实惠的各地直销产品 本台报道 市民李先生打来热线说 家里的老人把腰摔伤了 需要一个护理床 记者帮忙进行了对接 李先生告诉记者 他的岳母八十六岁了 两个月前 老人在活动的时候 一不小心把腰摔折了 这些天一直在床上躺着 家人轮流照顾他 老人的身体 比较比较重 得经常反身的 就是差点事 需要一个能反身的 是吧 方便能护理的 看赌事报道 经常有人去捐赠 这个护理床 我们就打个电话 家住河西区的刘先生 给我们栏目打来热线说 他家里有个护理床 想要捐赠给有需要的人 记者帮忙进行了对接 本台报道 今天都市报道六十分的内容 就是这些 感谢您的收看 再见 再见